三国中最倒霉的人是谁? 每个人的际遇都很不同,有些人凭不清理,但也有些人却显得十分倒霉。 三国里面,你觉得谁最倒霉呢?有人说是诸葛亮,诸葛亮确实挺不容易的,本来是苟全性命于乱世,不求轮达于诸侯的一个人,本来可以坐一逍遥散现,却被迫卷入兵荒马乱当中, 林威受不命,担惊结虑,一生为刘备一家操碎了心,最后还失败了,不过诸葛亮所做的还是没有白费,为朔汉称作了那么多年,也成为后世敬仰的人。 有人说是夏侯敬,夏侯敬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大将,战功显赫,可惜遇上了吕布,于吕吃了败将,还被绑架,后来还是在跟吕布交手,当中被监设伤了左眼,变成独眼将军。 不过后,南写局还算完满,官至大将军,百姓也爱在他,三国的故事永远有无穷的魅力,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得到启发。 正因为如此,三国流传至今,深受读者喜爱,在市场上三国题材的作品也非常多,影视剧,动漫等等各种版本都有。 不过,在以三国为题材的游戏当中,帅土之兵,是一款还原度比较高的策略性游戏。 帅土之兵是网易开发的一款SLT游戏,拥有浓厚的三国文化底蕴和沉浸感,真实的三国地图,还原每一道山窗和流关爱等名称,还原三国古战场征战感受。 12月5日到12月12日,帅土之兵开启老玩家回归专服报名,只要是在10月22日前,连续30天或以上没有登陆游戏,且角色历史势力之大于1000的玩家,均可获得回归资格。 在一场战役当中,老盟主快要撑不住了,发出求救信号,另一位玩家文胜赶来,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,2000个土地,三个中转战,一日一夜我来救你。 在这里,有欺诈,有隐瞒,同时,也有义气。 三国当中,有这样一个人,一出场就圣明天下,与诸葛亮齐名,被称为得意而可安天下中的一个,那就是被称为奉仇的行统。 康统是刘备记诸葛亮之后,又得到的一员顶级谋使,而且康统深谙识人之术和兵法套略,恰好补了诸葛亮的短板,是刘备的另一个筹码。 不过,康统名气那么大,铺垫那么多,没想到第一次正式上场,就挂了。 有人说,康统不是早逝的话,诸葛亮会继续坐镇荆州,不用入署协助,方面就应该不会有丢失荆州和被杀的事情发生,整个三国历史都会因康统而改变,康统本来有希望改变历史,谁知道还没好好发挥自己的才能就死了。 所以说,康统真是三国里面最倒霉的人了,你觉得呢?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